我們第16題 這題是說A,V,C,D,E,M,G,H 是一個正立方題 然後他問 這個四面題 D,A,C,H 比上多少呢? 比上這個C,A,F,H 這個體積比多少?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立方題的話 可以分成幾個體積? 可以分成D,A,C,H 一個 這要多少呢? 這個體積,以這個當頂點的這個體積 還有這個當頂點的這個體積 是G,A,C,F I,F呢? 以這個當頂點的體積 好就好 B,F呢?C,A I,F呢? 以這個當頂點的體積 C,A,F呢?H,R 這四個體積是一樣的 加上這個 加上裡面這個 這是 C,A,F呢?H,R 好,暗中呢 這種體積 它是那個,這是椎體 椎體的話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 這V,V,F,CA V,F,CA 這個體積 這是椎體嘛 椎體就是 柵體的三分之一 這柵體的話 是等於這個三角形面積 這三角形面積是 那個立方體面積的一半 就是底面積一半 所以是二分之一S S是立方體的那個底面積 它乘以這個高H 好,那現在的話 這個是 這個是柵體 這底面積乘以高是柵體 還要再把它乘以多少 乘以三分之一就變椎體 所以這個是等於 二分之一SH S是那個立方體的那個底面積 它乘以高 所以這個是等於 立方體的體積 我給他聽 叫做V0 我覺得應該二分之一乘以三分之一 應該是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SH 所以應該是六分之一V0 好,那這四的體積都一樣 所以這是六分之四 就是V0 整個體積是V0 整個體積是V0 好,那 這個是等於V0 全部加起來是V0 所以這個一定是多少 一定是一減六分之四 這等於六分之二 六分之二 六分之二V0 好,那現在他說 這個體積要比這個體積 這個體積是這個四分之一 所以這個體積多少 是等於六分之一V0 就是他了 所以這兩個體積比等多少 這等於六分之一V0 以上六分之一V0 是等於六分之一V0 好 謝謝 謝謝